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昨天证实 一辆载有中国大陆和台湾游客的客车 10月1号在西爪哇省万龙的苏恒地区发生车祸 造成包括三名大陆游客在内的四人遇难 据约通社的消息 10月3日15时30分在越南北部的住民顶点下龙湾 发生了一体撞传意外 事故共造成五名台湾游客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九岁的小孩 一名男性和三名妇女 出示船只是天堂号游船的接驳小船 当时船上共有18名乘客 两艘小船在今天下午接送游客由景点返回途中 其中一艘小船被东风游船撞击 导致轻浮船上多名游客受伤落水 因为发生之后 广林省派出人员到现场紧进行紧急的搜救 目前聚员工作已经是接近了尾声 当地时间下午6点13年 获救了游客被送往附近的岛屿上的酒店 到目前为止 事故的原因仍然为您 有关部门表示 咱继续进行调查